这次我们讲一下空挂实验 一个检查港上肌的实验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讲解 相关解剖检查方法和解剖学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港上肌 港上肌它辅助在肩胛港的上方 港上窝内 往外辅助在公骨大阶阶的上部 它收缩可以外展肩关节 主要是外展肩关节0到30度 其主导阵 30度以上 三角肌发挥主导队 那么同时港上肌 它在公骨头的上方 它收缩的时候 也可以防止公骨头往上一位 防止公骨头撞击到上方的会肩肛 也就是肩峰或者会肩刃 那么一旦出现了 公骨撞击到上方的会肩刃 或者说会这个肩峰 那么会导致肩峰下方 有一个黄毛囊出现炎症 也会导致港上肌腱出现肌腱炎 所以港上肌会在肩峰撞击 综合针的时候出现损伤 当然了港上肌它的作用 它的辅助部位的特点 决定了它要承重 上肢的重力则 因此这块肌肉本身也容易损伤 如果所说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影线的检查 可以看到它属于一个肩销 肩销器的损伤 但如果比较轻微 仅仅是肌力的下降 病面比较轻微 这个时候的检查 影线检查 不太可能检查出来的结果 需要体格检查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检查 空罐实验 具体的方法 患者去座位 外展肩关节 外展肩关节到90度 那么双臂内旋 拇指往下 同时肩关节 前驱30度 为什么要在肩胛骨平面 因为肩胛骨并不是完全和胸阔式 后胸阔式平行的 它是有一个前驱30度 所以在肩胛平面 让患者保持这样一个姿势 这个时候检查者 检查者施加外力 那么被检查者外展 往上外展 来评比左右 如果出现两侧不对称 比如一侧力量减弱或者不足 可能提示这一侧的 港上肌的损伤 当然了 要做这个检查之前 一定要先做一个 肩关节被动外展 也就是从这个位置 检查者将他的手被动外展 看有没有撞击 有没有突然疼痛 如果这个人本身 被动检查者都有疼痛了 那么你再做空罐实验 已经意义不大 为什么 因为本身局部 除了港上肌 以外已经有病变了 比如有出现了 这个慌忙张眼 那么这个时候 检查的结果 不是港上肌的问题 所以首先 做这个检查之前 要做一个 肩关节被动外展 看有没有疼痛 有没有病变 结果也分析 如果出现了港上肌 轻微的损伤 机率加强 我们可以通过 刚才的检查 来测试出来 可能有港上肌的损伤 那么如果考虑到 是港上肌的损伤 我们也可以处诊 检查一下 有没有这块肌肉 局部的丫头 高张力 可以先摸到 肩甲岗 肩甲岗 肩甲岗上方的岗 岗上窝内 也就是斜方肌的身边 就是这块肌肉 你可以按压一下 那么还有 可以沿着肩甲岗往外 这个地方可以摸到一个凸起 叫做尖峰角 尖峰角再往外 这个地方是尖峰 所以初学者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慢慢慢慢往外摸 摸到尖峰 尖峰的下方 就是港上肌肌 那如果这个比较熟练的 你直接定位到尖峰 尖峰的下方 就是港上 港上肌肌 在局部进行按压 看有没有疼痛 有没有疼痛 那么很多港上肌 肌力下降的换成 一般都有这个地方的疼痛 因为港上肌肌炎 出现了轻微的病例 由于这个地方 有三角肌的覆盖 三角肌如果比较肥大的 这样的患者 可能触针 不会特别明确